不是这张图决定胜负 而是这张图确定胜负 这张图确定胜负 因为什么 决定找到决定 拜登是绝对很难赢这个川普 但是如果民主党换人 或者有人讲说拜登当政的 欧巴马当富的 那可能还有一搏的机会 如果以拜登对川普来讲 川普是已经胜负已定 可是现在等于是巩固必胜 决定必胜 民主党要换人 不管换谁都没什么用 这个枪截案发生之后 我发现一个状况是 没有换灯的声音 换灯的声音消失了 一直觉得换谁都没有用 所以是躺平了吗 现在民主党是直接躺平了吗 差不多了 直接躺平了 这会不会创下 就是美国史上最神奇的一场选举 也谈不上神奇 就是神奇的地方 应该可能参议院 搞不好民主党会倒数一起 所以这个其实更严重 结果是影响到美国国会 川普2.0跟1.0不会一样 完全不会一样 1.0他就是纯粹一个商人总统 什么事情都要谈交易 到了2.0的时候 他会是一个商人总统 加上一个警长总统 他两个性格兼具 尤其是你看他被枪击的时候 那个表现 非常符合美国队长 American Captain的风格 非常符合西部时候的美国警长 根深蒂固在美国的文化 而且他会觉得他自己这段时间 被民主党用各种司法迫害 弄什么色情女明星的事 弄什么他的财务问题 反正对他无所互乱起诉 这个跟民主党民进党在追杀 很多国民党可能性方法是一样的 川普有这种被破坏的情节 加上他讨公道 警长讨公道就开枪打对方 这样一个人对于台湾的问题 对全世界问题的看法会非常单纯 要么你听我话 要么我跟你对干 他会只是跟美国对干吗 跟中国对干吗 这可能性要类如考虑 从这张图我们直接来解析一下案情 我想之前大家其实看案情 也看得都差不多了 那大概的一个状况还有就是 直接讲说这张图 是不是直接决定了胜负 不是这张图决定胜负 而是这张图确定胜负 这张图确定胜负 因为什么决定找到决定了 拜登是绝对很难赢这个川普 但是如果民主党换人 或者有人讲说拜登当政的 欧巴马当负的 那可能还有一波的机会 或者是什么Michelle Obama 来取代有可能再赢川普 那个时候是有可能赢川普而已 但是以这张照片一出现的话 就是不管谁都赢不了川普 已经确定了 为什么 因为美国是一个两党政治 现在已经分类到很严重的一个国家 可是他们投票率是一个关键 就共和党有很多的隐姓选民 他因为这张照片 他在千里迢迢 他都要跑去投票 所以会大幅度提高 共和党潜在支持者 那就会对民主党形成压倒性的胜利 特别是在七个摇摆州 七个摇摆州里面有个叫宾州 宾州这次枪击地点 你说宾州的共和党 以前投票率都不高 四成多 懒洋洋的 你说这次不到六成的话 就一路把这个民主党给打在地上了 那民主党人因为凶手的关系 他可能整个投票动能会觉得很丢脸 投票动能就上市 ABI太烂了这样 对 有点像 虽然这个情节跟这个 当时的319枪击案不一样 可是那种选民的心情是一样 就是当时319枪击案 因为国民党应对的没有很好 所以变成国民党的支持者 投票意愿降低 民进党的支持者 投票意愿上升 就党派也许没有办法改变 但是投票意愿会改变 同时中间选民也会偏向于川普 跟当时中间选民偏向于阿扁一样 不过因为这个如果以拜登对川普来讲 川普是已经胜负已定 可是现在等于是巩固必胜 决定必胜 那民主党要换人不管换谁都没什么用了 可能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就这个已经确定了东西 那就不要换吧 换得没用 所以拜登就很自然的 这个不会被换继续竞选 那第二个可能性是 拜登的竞选动能丧失了 那他觉得已经丧失了 目不到款了 那刚才我就退选吧 两种可能性都会出现 而且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很少选举会发生这样一个状况 对 因为大家都说 这个是台湾再次领先全世界 这是很丢脸的事好不好 因为这个事情很好笑的是 阿扁还跳出来谈 说哎呀这个当年呢 这个他想到319枪击案 到现在还没有真相出来 可是我们也知道 319枪击案之后 阿扁呢就不奇迹式的逆转了联颂配 本来呢其实民调是差蛮多的 没有民调后来我这比较清楚 大概联颂只赢阿扁三个percent 联颂本只赢三个percent 可是这个一个逆转 因为逆转阿扁赢一万六千票 等于是0.0 我们来0.0几 反正不到0.5就对了 对对反正不到0.0几了 哎呀这个没办法 有时候只能归属于这种 这个上帝的手啊 这个没办法 谁改变不了 只是大家都觉得说阿扁你这样跳出来 你是在强化这个自导自演的说法 但刚才学友提到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我们刚才提到拜登 本来有这个换灯风潮 那呼声最高的其实就是 Michelle Obama 但是他强烈拒绝就是 欧巴马的太太啦Michelle 那另外一个是说 那不然就让这个几个可能的人物上嘛 比如说呢 像贺锦丽啊Harris啊 或者是呢这个加州的州长啊 那可是感觉起来都 事实上都距离拜登有个距离啊 所以拜登还在游坐困兽之斗 可是这个枪击案发生之后 我发现一个状况是 没有换灯的声音 换灯的声音消失了 一直觉得换神都没有用 所以是躺平了吗 现在民主党是直接躺平了吗 差不多了 直接躺平了 这会不会创下就是这个 美国史上最神奇的一场选举 也谈不上神奇啦 就是神奇的地方 应该可能参议院 搞不好这个民主党会倒数一起啊 所以这个其实更严重的结果 是影响到美国国会 中院本来就共和党会演 是是是 参议院 因为我跟他解释 美国参议院 有点像小总统 每一个都有他的固定的地盘 而且地盘都很深入 否则你要选上参议院不太容易啊 因为他一周只选两个嘛 对对对 而且是分开选的 两个不同时选啊 所以他一定要整个州里面 有很强固的基础 那如果这一周是民主党铁州 像加州 那两个一定都是民主党的 那如果这两个是共和党的铁州 那两个都是共和党的 对 即使分开选也是如此 因为他们有说三分之一 凑开的法则嘛 那如果说 这个摇摆桌 可能一个民主党 一个共和党 都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形 但是选择上了 每一个人都几乎是一个 小总统有一定的地盘 那个地盘的稳固性 不输给 应该甚至于比州长更强 因为参议院可以一直连选年任 选到变成金 那不像这个州长 只能连选一次嘛 选两次 马上收摊子了 所以对参议院的影响比较有限 可是不排除会有 那种实力接近的几个地方 就被翻盘了 那一翻盘的话 以目前来看是 共和党比较占便宜 所以共和党现在输一息 那未来可能 再赢一息也说不定 或者打成平手 打成平手 那就50对50就精彩了 为什么 你来看副总统是谁 副总统是谁 那等于就是 等于川普就会实质过半了 为伏过半 这等于是终结从川普第一任以来 然后拜登到现在 会变成这样从欧巴马时代以后 第一个有办法 对 参中两院加总统 那这个对美国政情影响很大 那当然影响很大 一切都以川普的意志为意志 那这就完全不一样了 国会不会有对抗的力量 川普还没享受过一切 以他的意志为意志的 以后我们就叫他叫川皇 真要当川皇了 对对对对 帝国归来 所以这个是天命难违 死亚兵亚温亚 真的是这样子 那但是这个案件里面 我们先来解析一下这个案件 因为现在大家很多有阴谋论 大家也很想听这个阴谋论 我知道 首先几个点 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现场的枪击弹的示意图 我这边用的是CNA的版本 就中央社的版本 来导播帮我们带一下 这个川普现场刀枪击的部分 大家仔细看 这个左上角的部分 应该是右上角这边 这里是川普的活动会场 这个红点就是川普当时站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维安狙击手 这个被拍到 然后这个白色的地方是枪手的一个位置 他就直接往这边设 直线距离不超过150公尺 直线距离不超过150公尺以内 但也有说300码到400码 但目前从Googlemail去测的话 大概是150公尺以内 大概130 130左右 那他的这个开枪的过程 是他先爬上了屋顶 然后马上就开枪 没几分了 开8枪 爬上去之后没几秒 他枪一架就开枪了 可是下面有一些奇怪的地方是 FBI反应很慢 因为他也不用架 那一款枪是AR-15的半自动步枪 对 他其实就是扛在肩上 他就直接射击 他是一款北约的一个标准的步枪 对 这一款枪 他AR的名字叫做Armor Light Rifle Armor Light是制造厂商的名字 可是现在可以改成American Rifle 美国步枪 这款步枪本来是被禁止的 克林顿当时有下令禁止民间持有民间买卖 对 然后后来被共和党的国会给推翻了 那就现在这款枪用来刺杀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好那如果川普一定要掰了 不是川普要掰了 拜登一定要掰了 川普会上的话 对台海的影响会是什么 川普2.0跟1.0不会一样 完全不会一样 1.0他就是纯粹一个商人总统 什么事情都要谈交易 对 到了2.0的时候 他会是一个商人总统 加上一个警长总统 对 他两个性格兼具 尤其是你看那个 他被枪击的时候那个表现 非常符合美国队长 American Captain的风格 对 非常符合这个西部时候的美国警长 对 这个根深蒂固在美国的文化 所以而且他会觉得他自己这段时间 被民主党用各种司法迫害 弄什么 那个色情女明星的事 弄什么他的财务问题 反正对他无所互乱起诉 这个跟民主党 这个民进党在追杀 这个很多国民党 这个可能性方法是一样的 那川普有这种 这种被破坏的情节 加上他讨公道 那警长讨公道就开枪打对方 对 那就是这样一个人 对于台湾的问题 对全世界问题的看法会非常单纯 要么你听我话 要么我跟你对干 那会只是跟美国对干吗 不是 跟中国对干吗 这可能性要类入考虑 所以他会跟之前最大不一样是 他会更加简单直白粗暴 对 更加粗暴更加简单 那这是我的分析 这世界会变得更动荡 也会 但是也会要求台湾更严格遵守他的要求 那对赖清德的影响 好坏俱成 好坏俱成 这么说 因为对赖清德好的就是说 川普可能会用更大的力气 去对抗中国对台湾的政策 对 然后坏的部分 他也会压制赖清德 要完全听他的 让他来跟大陆做生意 所以大陆要付的价码会更高 但是他是能够接受 就是做生意这件事 没错 这是跟拜登不一样 拜登是不要做生意 拜登自然是有价值的 民主党很喜欢讲 美国民主党很喜欢讲一个东西 什么平等啊 人权 然后把它无限扩大 变成一种教条 搞得满头黑 这是美国民主党的特色 那川普不是 这个每一样东西都是有价格的 每一样东西有价格 那台湾的价格呢 价格就是他觉得 他现在要跟中国敲一笔了 所以价格他会把它拉抬得很高 最有感的胶原蛋白生态 即日起快点购全台独家贩售 养颜美容增强行动力 打造有感每一天 小包装好携带 成分天然零添加 无锡药 不含重金属 安心食用 两款包装给你满满胶原蛋白 桃红包装助养颜美容 蓝色包装增强行动力 心动了吗 现在就上快点购一起健康下单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